师父,到文化路云峰社区,我看着手机里弹出的微信,笑着回复,陆向川,宝贝,你周己回来,江江江江,还不确定呢?回去提前告诉你,陆向川肯定想不到我会提前结束旅游,一会儿见到我,估计他会吓一大跳。 三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社区门口,我推着行李箱刚进社区,后面就响起一道开车门的声音,出于本能,我回头瞄了一眼,这从豪车下来的人可不就是我男朋友吗? 我想着他事业刚刚起步,也买不起车,估计应该是为了应酬借的车,不如过几天就把家里那辆宾利给他开吧,反正放在车库也是落灰,刚想开口叫他,就又看见他去了副驾驶开门,而副驾驶下来的却是个长发女人,晚上八点钟的天有些暗,再加上陆向川挡住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根本看不清女人的正脸。 但是我倒是清楚地看到陆向川把女人压在车上亲的难舍难分,天雷勾地伙伴,陆向川的手顺着女人短裙摸了上去,我差点忍不住吹个口哨,本想给他个惊喜,结果他大方送我个限制集,漂亮,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跟陆向川其实相识不久,恋爱也刚刚三个月,按理说现在应该处于热恋期,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性格大变?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那天我出门逛街,碰到一个美团小哥被车撞倒,小哥一瘸一拐地先检查外卖,又打了好几通电话。 最后,因为同事怕收到差评,都不愿意替他送这单,美团小哥坐在地上崩溃大哭,给司机大叔弄得也是手足无措,没错,后来是我替小哥送的外卖,定餐的也就是陆向川所在的公司,餐时有一些被撒了出来,他没有介意,反而笑着接过去说,谢谢你能替骑手送过来,要不,然我今天又要饿肚子了。 之后,我跟他又偶遇了几次,就互相加了微信,总体来说聊得还算不错,他的家境不太好,人却很能吃苦,我打心眼里佩服,后来他冲我告白,我头脑一热就给了他个名分,这不前几天,我说想带他去旅游放松一下,他却说忙,忙来忙去忙女人身上了,我真庆幸自己跟他恋爱时间短, 没把他带回家见父母,这要是带回去了,家里人知道我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个人渣,估计会被我妈嘲笑好长一顿时间。 回过神来,陆向川拍拍女人屁股,已经给女人送上驾驶位,关门,他回头看见我那一瞬间,他愣了。 但是毫无悔过之意,陆向川一路小跑过来,江宇,你不是在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离大谱,你是不是忘了刚刚做了什么? 我双手环臂,撇了一眼车开走的方向,三连问,接我,你们一起接,那会不会有点不方便? 陆向川的脸一瞬间变得黑红,吞吞吐吐,你都看见了。 你当我瞎,你听我解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也不想这样的。 江宇,你相信我,破大方,你哪怕说你是惊虫上脑,管不住第三条腿我也能理解。 你这个解释,属实打我个措手不及,把我接来的准备好的词全都打乱了。 陆向川,你在口出什么狂言,他越发开始慌乱,猛地把我抱进怀里。 我说的是真的,这个女人很有钱,只要我把她哄好,她一开心多给我点钱,不就够我们生活费和出去旅游的了。 她的这波发言,可真是纹身是闭眼,秀了我一脸,让我一僵士集团的千金,为了个臭男人搞地下情。 你说她是不是脑子有炮?我挣脱不开,闷着脸猛地膝盖上顶。滚,有病。 她吃痛捂着命根子跪在地上,我趁机拉着皮箱准备往出走。 江宇,你看看你自己穿的,用的,我不这样做,能养得起你。 除了我还有谁愿意给你花钱?我被这下头难臭不要脸的精神气笑了,脚步一顿,转身回瞪她。 你的话,可以说服你自己吗? 还有,我穿的,用的,哪个是花你钱买的? 你要吃软饭,你去吃,别反过来,耐破我。 OK,她站起身,被我戳到痛处后,脸色顿时冷了几分,你冷静一下吧,改天我再去找你。 啊,搞笑死了,我用你找,你算个等啊,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了。 说完我转身就往出走,不论她怎么。 避避,我都没有再回头,大晚上我一个女生,不能在这傻逼一般见识,来日方长,说实话,我并不是很伤心,更多的是气愤,气得是自己眼瞎看错了人,分的是一只癞蛤蟆,还玩得挺哗哗,下了出租车,进了家门我喊了一圈,才发现家里居然没人。 早知道我就回自己公寓了,这么大别墅没有人莫名觉得有些恐怖,手机铃声响起,吓了我一大跳,掏出一看又是陆向川,我翻了个白眼拒绝,挂断后送她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然后给江叔发过去微信,江叔是我爸的手下,人脉很广。 江叔,陆向川最近身边出现个很有钱的女人,帮我查下是谁,就是前几天你碰到跟我在一起逛街的那个男生,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有多有钱。 江叔,好的小姐,明天给你消息,清晨一早,我妈猛敲门,我眯着眼睛开门,怎么了妈,这一大早的,我妈拿着一本婚纱图册,盘腿坐在我床上,快来,帮妈玄学, 选哪个婚纱显年轻,我惊得瞬间清醒,瞪大了眼睛问,谁结婚,你最好别说是你,我妈拍床催促,当然是你刘姨了,你看这套这么样,文言,我惊讶地嘴巴变成O型,刘姨是我家的保姆,已经快五十了,单身,在我家工作很多年,尽心尽责,除了固定工资外,逢年过节,我妈都会给她发红包, 所以,她挣了不少钱,保养得也很好,我头几年好奇,有问过她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刘姨说她,有遗传性疾病,生不了孩子,不想耽误别人,所以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当时以为她退休后会拿着钱去环游世界,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就要结婚了,挺好的,真挺好的,我打心眼里为她感到高兴, 我扑上床抢过图册,快速翻动着,我妈突然撞了下我的肩膀,语气中透露出兴奋,你刘姨可有本事了,老公跟你差不多大,我诧异,真的假的,我还能骗你,给你看看请柬, 说着,我妈就下床开门出去,几分钟后,她拿着个红色的请柬,一脸奸笑地递给我,我饶有兴趣地接过来,打开一看,先是一愣,随后震惊,最后又有些想笑,没想到江苏调查的结果还没出来,她就自己送上门了,我想不通,录像川究竟是个什么品种的沙笔,榜上的富婆居然是我家保姆,我笑了, 刘姨在我家工作几十年,我了解她的为人,绝不会知三当三,我不光不会去迁怒刘姨,反之还得去提醒下她,我仰起头看向我妈,婚礼是哪天,我也要去,大后天,你当然要去了,你从小可是你刘姨看着长大的,我点点头,心已经静不下来,想不到刚分手,她就要结婚,还怪着急的嘞,下午三点, 我陪刘姨去试婚纱,小雨,你觉得这套怎么样,会不会显胖,我看着镜子里一脸幸福的她,委婉道,挺好看的,刘姨你觉得她怎么样,会不会年纪有一点点小,刘姨笑着转过来拉着我的手,刘姨跟你们年轻人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我听到这话有些猛,再次开口提醒,我的意思是,刘姨你这么多年前没少存,是不是应该做个婚前财产公正?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就差说你看好自己的钱包,别被渣男骗的人财俩空,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刘姨说,傻孩子,刘姨年纪这么大,当然知道她图我什么,我刚想开口,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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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见刘姨说,婚前财产跟她没关系的,更何况我不止在婚前就签订了死后遗产全部捐赠,还签了人体器官自愿捐赠,如果她哄得我开心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给她留套房子或车,前提是要看她表现, 我鼓掌,什么叫格局,这就是格局,婚礼前一天,陆向川用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她说让我别生气,还说忙完了来跟我赴京请罪,让我在家乖乖等她,666,几个菜啊,最这样,我白眼都快翻天上去了,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说完我挂断电话,二度拉黑,我不光不会乖乖等你, 还会去参加婚礼,然后用我的豪车,家产,实力,创飞你,婚礼现场,布满鲜花和白色气球,洋溢着浪漫的气息,陆向川站在门口接待客人,我开着保时捷911,挑移甩尾停车,下车摘掉墨镜,恭喜啊,陆向川冷了一下,环顾四周,惊慌失措地把我拉到一边, 不满地说,姜宇,你从哪借的车,不是说了让你在家等我吗,听话,回去,别在这里闹,借我车库里那么多台车放着落灰,我犯得着出去借车,我痴笑一声,用力甩开她的脏手, 这可是我为了参加婚礼,昨晚在车库精挑戏选出来的,你去借一辆铜款给我看看,说完我又从包里拿出请柬,在她眼前晃了晃,挑眉,闹,恐怕你想得有点多了,我能来是因为我家保姆刘仪,也就是你的新婚妻子刘凤梅女士邀请我来的呢,陆向川死亡变脸,不明所以得看着我,就在这时,刘仪跟我爸, 我妈一起走了过来,跨着陆向川说道,向川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江氏集团总裁江峰,这是她的夫人和江家大小姐江宇,话音刚落,陆向川的表情难看到像是吃了死苍蝇,还不敢吐出去那种,精彩极了,则,不过她意外也是在情理之中,毕竟我除了川的好一点,爱旅游,其他拿点在她眼里, 都不像个富家千金,我可以帮外卖员送外卖,也可以跟她一起挤地铁,吃盒饭,抢特价产品,最主要是之前,我觉得她太穷,怕打击到她的,自尊心,所以没有特意去跟她炫耀,我家有多有钱,结果,呵呵了,刘仪推了一下陆向川,她扯了一个很丑的笑容, 冲我爸伸出手,江总,你好,我是陆向川,你好,小伙子年少有为,眼光不错,我爸笑着点头回窝,我看着陆向川越来越难看的脸,差点笑出声来,还好快到了典礼时间,肆意跑过来催近度了,我把红包塞进刘仪手里,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新婚快乐刘仪,新婚快乐,伯父,说完我戴上墨镜,挥挥手,转身往车的方向走去,刘仪一边道谢,一边夸我,小雨这孩子真是长大了,越来越懂事了,上车,开火,踩油门,骚粉色的车身,搜得一下划出一道招摇的弧线,留下一股尾气,离开后,我先去中介看了房子, 付完钱签好合同后,已经天黑了,我又开车回了自己原来的公寓收拾行李,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就租了这里,本来我是打算房租到期后直接买下来的,现在因为陆向川知道这里,为了避免后顾之忧,我决定搬走,我收拾一些生活必备品,大剑就等搬家公司过来再搬,刚拎包下楼,就看见一道身影已在我的车旁, 又是陆向川,新婚之夜,跑来找我,我走过去,嘲弄地笑着,怎么,新婚夜跑我这桩深情,陆向川静直走了上来,苦笑道,江宇,你明知道我是为了何必这么咄咄逼人,我这就咄咄逼人了,一股火从我心口熊熊燃烧, 你个渣男还有理了,滚开,别来烦我,我懒得看他,从他身边饶过去准备上车,陆向川攥住我的手腕,开始口不择言,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江宇,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你要不是瞒着我,我们之间会变成现在这样,妈的,难不成还怪我了, 他用了十足的力气,我的手被他捏得开始发痛,甩不开,我烦得不行,开始用包砸着他的手,你有病就去治,松开,你再不松开,信不信我去告诉刘仪,陆向川的表情开始争鸣,你去告,我不会,松开你,我爱你江宇,说完他俯下身就要来亲我,我为理开始一阵作呕,还未等做出反抗, 一只手从后面挡住我的脸,嗓音低沉,你没看见他不愿意,这声音,陆向川拧着眉,用力拉着我,操,你谁呀,多管闲事,我谁,男人低笑一声,抬脚就把陆向川踹在地上,陆向川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嘴上骂着脏话,抡起拳头,一瞬间,火药味十足,不料身后的男人反手亮出警官罩, 洗警,你大可以试试,提前告诉你一声,我打人还挺疼的,录像穿像是泄了气的气球,神色慌张地开车走了,我转身道谢,瞄了一眼身后的男人,他站得笔直,一身黑色短袖短裤,头发剪得很短,干净利落,看清男人脸的时候, 我思索了几秒钟,惊呼出声,神义池,他唇角一勾,一双桃花眼明亮夺人,是我,几年不见,他变化好大,神义池是我的青梅竹马,小时候我俩特别特别好,那时候玩过家家,永远都是我当妈妈,他当爸爸,不过他长大后就去警校了, 刚开始,我俩还时不时聊着QQ,后来我QQ因为满钻被盗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想不到他居然回来了,还当了警察,收回思绪,我客气道,好久不见,他眉头一挑,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好久不见,我看着他胳膊上结实的肌肉线条,一股男人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 意识到他早就不是当初一脸青涩,跟在我屁股后面,吵着闹着要娶我的小男孩了,我脸有些发热,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几天,说着他话风一转,刚刚那个就是你男朋友,前男友,我尴尬地挠头,他择了一声,下次找男人眼睛记得擦亮点,我,说得有点道理,气氛一时间静得有些尴尬, 我指了指车,打破尴尬,那改天再聚,我就先走了哈,下一秒,我转身就要上车,顾以迟却突然开口叫住我,话里带着笑意,僵语,啊,我顿了脚步,没回头,因为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他在身后抓住我的手,砰砰,砰砰,心脏紧张加速跳动,东西掉了,我看着手里的姨妈筋, 连句谢谢都没说,上车一脚油窜了出去,不行了,太丢脸了呀呀,研究表明丢脸过后的只能是更丢脸,我跑什么,谁还不用姨妈筋了,呜呜呜,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沈以迟穿着开裆裤不停地问我, 江雨,卫生巾掉了,卫生巾是什么,卫生巾怎么用,是这样还是这样,报应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顶着个黑眼圈接我妈的电话,我妈说家里来了贵客,催我回家,我不满地打了个哈欠, 我不要,我困死了,对面传来电话挂断的嘟嘟声,一进屋我就看见沈以迟在跟我爸下棋,我妈从厨房露个头,冲我招手, 小雨,来帮你刘姨洗菜,我虎屈一阵,刘姨不是辞职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陆向川不会也在我家吧,我,我匆忙换上拖鞋钻进厨房,除了我妈和刘姨没有外人在,顿时松了口气,等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爸,沈以迟,陆向川,三人围着一盘棋,很显然陆向川是观棋者,我是真服气了, 他居然真的有脸来我家吃饭,见我出来,陆向川小心翼翼地冲我笑道,需要我帮忙吗,我瞄了一眼专心下棋的我爸,用口型对他说了一个字,滚,眼里丝毫不掩饰我对他的厌恶感,陆向川脸上有些挂不住,但还是保持着虚情假意的笑容,而沈以迟抱着双臂,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后,又低下头看棋盘, 我莫名觉得后颈发凉,转身回了房间,不一会儿,传来敲门声,吃饭了,我猛然从床上弹起,怎么会是沈以迟来叫我吃饭,摸蹭了一会儿,一开门,沈以迟没走,双手,插都站在门口,魔光深邃,走吧,吃饭去,说着我就往左侧身要过去,他往右一步,我往右,他又往左, 这人,我刚想抬头询问,他突然把胳膊横在门框,俯身凑近,你前男友是留意老公,肯定句,不是疑问句,嗨嗨,这个,我不自然地咳嗽俩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虽然你是警察分析事情很快,但是这么直接,我也太没面子了吧,沈以迟收回手臂,转身下楼,走吧,饭桌上色香味俱全, 可惜我却毫无食欲,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制裁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家是方桌靠墙,爸妈坐在一侧主位,我和沈以迟挨着,对面就是留意和屌丝,所以我一抬眼,就能看见录像穿那副虚伪的嘴脸,我恨不能把碗拍在他脸上,然后拿着扫把给他扫出去,倒进垃圾桶,当然,我不能这么做, 我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人,在家里闹得受不了场,我心里也很清楚,录像穿他嘚瑟不了多久,早晚得玩崩 小语谈没谈男朋友啊,刘姨突然开口,话音刚落,录像穿立即接话,应该没有吧,要是有男朋友怎么会不带回家呢? 一时间,所有人把目光投向我,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我握着筷子的手微微用力,倒不是因为录像穿这句话,而是因为桌子下面,沈以迟的腿有意无意贴着我,本就是夏天,还穿着短裤。 这一来一回,我脸开始泛起造诣,我微微挪动椅子,深吸一口气,正欲对录像穿几句,沈以迟突然往以备一靠,用脚把我的椅子勾到身边。 我猛了,大脑一片空白,沈以迟的手从桌下伸了过来,长背很大,包裹住我的手,缓缓抬起放在桌面,我心下一紧,凭住呼吸抬眸看他,沈以迟偏头对着我的视线,弯了一下嘴角,忘记说了,正在谈,又不是上不了台面,怎会不带回家? 我,我严重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陆像穿,看到陆像穿吃别,我反应过来,沈以迟是在替我撑场面,这人能处,有事他真帮,我坦然一笑,食指相扣,对啊,我男朋友超棒,还是警察呢?桌上除了陆像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其他人都甚是开心,我爸对沈以迟那不是一般的满意,笑得何不拢嘴? 我妈笑得最为显眼,猛拍桌子,颇有一副,你们都傻,只有我聪明的架势,我就说,娃娃亲不用取消吧。 老沈非说什么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结果人俩还不是好上了。 什么?什么?什么娃娃亲? 我怎么不知道,陆像穿猛然站起身,说自己有点急事,先一步离开,则,夜幕沉临,别墅外的路灯层叠亮着,吃过晚饭后,我送沈以迟出门,沈以迟走到越野车旁,并没有急着上车,反而惬意地靠在车上,一顺不顺地盯着我,我把被风吹乱的头发 用手腕处的小皮筋扎起,刚才,谢谢你帮我,她把我拽进怀里,双手环抱,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你爸妈在后面,做戏要做全套,我挣了几秒钟,点点头,贴着她的前胸没说话,我记得刚刚妈妈还说要泡个热水澡,想不到这么八卦,还出来看看,近距离接触,可以感受到沈以迟的腹肌一定很棒, 我微微抬头,昏黄的光线下,看到她的喉结上下滑动,像是要说什么,一时没忍住,伸出手指戳了戳,她一下子就僵硬住了,干咳了俩声,这是另外的价钱,我,我虽然色,但我不说,我要做矜持的女人,气氛暧昧的耳根有些发烫,我装作无声发声的样子,他们走了吗? 还没,说着,沈以迟又紧了紧抱着我的手,几分钟后,沈以迟松开我,修长的手指在手机上清点几下,递了过来,加个微信吧,将雨,洗过澡后,我趴在床上刷朋友圈,第一条就是三分钟前,沈以迟发的健身腹肌照, 我点开,放大,笑得一脸乙母笑,此等好物,必须跟闺蜜分享啊,保存发送,闺蜜秒回,深夜话题,这胸肌,这腹肌,这人鱼线,嘖嘖嘖,哪个健身博主,不是健身博主,是沈以迟,下仪是我的闺蜜,也是我的发小,自然认识 顾以迟,他打来视频变化,一脸吃瓜的样子,是顾以迟发给你的,怎么可能,他朋友圈发的,他切了小屏,在手机上扒拉半天,他朋友圈明明就什么都没发呀,我惊讶地无嘴,把朋友圈给他截图发了过去,下一一连三个卧槽,意味深长地说,他在勾引你,赤裸裸地勾引啊,他该不会是喜欢你吧,我显然不信,说不定, 是他发错了呢,翻身躺在床上,说出我的疑惑,他要是喜欢我,为什么回来没有第一时间找我,下一拍了下头,你这话突然让我想起来,他找我问过你几次,我后来忙着忙着就给忘了,嗨,反正你也有男朋友了,不重要了,我蹭得一下从床上坐起,这也能忘,下一你害人不浅啊,你去找陆向川做闺蜜吧,我谢谢你, 一提起陆向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床上猛踢腿,把这几天的事跟夏姨长话短说,什么,我要淹了陆向川这个渣男,夏姨火冒三丈,画风转得很快,周末你约沈以迟来发小聚会,姐妹帮你,我,帮我啥,还能是啥,帮你试探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呗, 要是真的,不就皆大欢喜,你敢说你对他没感觉,这个,那个,我承认我对沈以迟确实有好感,但是八字还没一帖啊,脑海里忽然想起晚上发生的事,嘴硬地说,没有,夏姨仰天长笑,江宇,你脸都红到脚后跟了,跟我装什么呢, 不愿再听见她的嘲笑声,我挂断视频,立马给沈以迟发微信询问她去不去,沈以迟回了条两秒钟的语音,干净利落,去,我反复听了几遍,笑得猥琐,用枕头蒙住脸,惊呼呐喊,包厢里,除了我和夏姨,沈以迟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男发小带着暧昧对象来的,沈以迟穿着最普通,的那种纯白色短袖, 坐在沙发一角,夏姨很会活跃气氛,久过三旬,冲我不停眨着眼睛,大喊,玩真心话大冒险吧,我被呛到,多少油点吐了姐妹,王宇和李东升,倒是显得很兴奋,毕竟可以借此跟女神亲密接触,李东升关掉震耳欲聋的音乐,王宇搂着沈以迟的肩膀,池哥,玩不玩,我瞪大眼睛,大哥你要知道, 沈以迟可是制服工作人员,怎么可能玩这种低,沈以迟深深地看我一眼,笑着应下,玩啊,我的头上冒出一堆问号, 深吸一口气,强迫让自己冷静下来,夏姨招呼着拿牌,来来来,都是成年人,今天晚点刺激的,刺激,我别过脸喝了口啤酒, 妈的,心跳怎么越来越快了,下一发完牌,凑到我耳边,见笑,我调了牌面,嘿嘿嘿,我无语,你当自己是老千吗,大冒险还作弊,一盒三热吻一分钟,不许停,我看着自己手中的一愣住了,没想到第一把牌就完这么大, 虽然我跟陆向川恋爱三个月,但是我俩时间总是碰不到一起,所以我还没体验过热吻,这惩罚,奖励,对我来说,属实有点刺激了,我把目光投向对面,果不其然,沈以迟是三,我指了指啤酒,清清嗓子,要不喝酒吧,不是我不敢亲,主要是我怕沈以迟对我没那个意思,将与你别玩不起啊, 小时候你俩总亲亲,这会儿怂什么,我汗言,小时候和现在能一样吗,大家开始起哄,热吻,热吻,热吻,然后我就看着沈以迟一步步向我走来,单膝跪在我旁边的沙发,俯身用鼻子蹭了一下我的鼻头,彼此呼吸暧昧交缠着,我双手撑着他的胸,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呼吸逐渐急促,距离我零点零几的距离, 距离时停下,似有似无地笑了一下,他磨得我心痒难耐,勾得我想主动亲上去时,听见他说了一句,别怕,介位,我,你是从哪里看出我怕了,舒缓又暧昧的音乐声,伴随着即时的声音,即时结束,沈以迟微微起身,突然又俯身,撞了上来,转瞬之间离开, 我脑子轰得一声炸了,哎哟,没亲够可以加时的,我们不介意,发小条砍着,沈以迟直起身,低笑俩声,不好意思,狡猾,神特么狡猾,我拉下他的脖梗,得意扯着嘴角,沈以迟你已经暴露了,你喜欢我,没想到沈以迟还真的点了点头, 不紧不慢地说,居然被你发现了,那再亲一下,他低头,再次亲上我的唇,不再是轻轻触碰,我,他好会亲,腿软婴,下仪买完单,招呼大家出门,沈以迟却昏昏沉沉靠在我肩膀,也没喝多少啊,三杯倒,我在下仪使的眼色下,只能扶着沈以迟上了他车轿代驾,带回我的房子,放倒在床, 毕竟他一百八十八个子,睡我家沙发实在是睡不下,他突然坐起身,眯着眼睛,双手一抬,脱下了衣服,我看着他的身子倒吸一口凉气,默念清心觉,再次给他按倒,盖上被子,转身出去在沙发将就一晚,第二天一早,被门铃声吵醒,我刚想起床开门,就看见一个赤裸上身,穿着短裤的男人走了过去, 我坐起身搓搓眼睛,迷糊询问,谁呀?江雨,门外传来陆向川的声音,我穿上拖鞋走过去一看,陆向川脸色苍白地站在走廊,手里还捧着一束花,眼神不停闪躲,老天爷,他是怎么找来的? 沈以迟回过身,不满地看着我,好似在质问我为什么陆向川会出现在我家门口,我急得连忙摆手,来不及解释,转头怒瞪陆向川,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赶紧滚,小心我把监控视频发给刘怡,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陆向川红着眼眶,从裤兜里拿出一个小本本, 我跟他离了,江雨,我知道错了,你别这样对我行吗?我怎么对你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我翻了个白眼,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他,你离不离跟我有什么关系,再不走,我要叫保安了,说着,我就拿出手机,录像穿急地扔下花,迈进门槛要抢我手机,砰,的一声,沈以迟一拳头把他抡倒,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道理,用不用我教你,更何况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私闯民宅,我可以带你一起去上班,对啊,我还叫什么保安,警察不就在这儿吗,沈以迟用手指着他,你再来纠缠我女朋友一次,我亲手送你去拘留,有人护短的感觉真好,这很难不心动啊,算你狠,录像川擦擦鼻子流出的血, 电梯都没坐,走得安全通道,我狗腿的急忙鼓掌是好,真棒,真帅,绝绝子啊,沈以迟黑着的脸缓和了几分,套上短袖,换衣服,走,我疑惑,去哪,沈以迟捏着我的脸,睡了我不用负责,这话可不幸说呀,我什么时候睡你了,你没摸我,我,我就不小心摸了一下, 昨晚给他盖背,我出于好奇,就轻轻地摸了一下下而已,不过我及时收手了,这是真的,沈以迟咬牙,所以你不想负责,那倒也不是,主要是,沈以迟笑了,楼下等你,我看着他的背影沉默了,你倒是说怎么负责呀,上车后,沈以迟陆续拿出,银行卡,车钥匙, 防罩甩在我身上,择日不如撞日,领证去吧,我傻掉了,还有这种好事,不过会不会有点太快了,你不上班,刚请玩假,K,我猛猛地上楼取户口本,猛猛地跟他领了证,坐在车里,我看着手中的结婚证,有些不可知信,就这样完事了,沈以迟偏头看着我,笑着问道,不然呢,我嘟着嘴,可是你都没有跟我说, 没说什么,我别过脸看窗外,没什么,沈以迟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喜欢你,爱你,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道跟你说了多少次,你哪次记住了,我让你等我回,来,结果从部队回来,夏姨就跟我说,你谈恋爱了,我没第一时间去你家抓你,就算我够仁慈的了,听到这里,我心下一致,回身,小时候说的,我哪知 不知道算不算数,连忙又补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说,让我等你了,我怎么不知道,沈以迟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没收到,我不答反问,你发哪了,他说,QQ啊,我真真真服气了,我QQ几百年前就被盗了,根本就收不到,你在自我伤心个什么东西,沈以迟被气笑了,猝不及防,下头被他敲了一下, 再说,小心我,我揉着头,欲哭无泪,你什么,他凑到我耳边,嗓音嘶哑地说了一句话,我听着一本正经的沈以迟开黄枪,浑身上下打了个战力,想不到你居然还是小黄人,沈以迟不以为然地举起结婚证,持正上岗,睡我老婆天经地义,嗯,你有理,你说得都对, 我无脸,指尖滚烫,知道了,知道了,车子一路平稳行驶,我补了一觉,再次睁眼,已经到了我家别墅门口,我伸手扯了扯她的衣服,怎么来这了,我已经通知我爸妈过来了,说着她下车打开后备箱,大包小包地往出拎着礼品,我,看我下车,她转身单膝跪地,掏出个小盒子,一脸正经地看着我, 我这一生,不止忠于国家,还忠于你,我看着手上的钻戒,哽咽道,什么时候买的,回来的第一天,我抹了把眼泪,笑出声,看吧,这才是恋爱脑,这是我留在陆文生身边的第三个年头,两年来的每个日夜,我都是在陆家别墅的地下室里度过的,当年苏瑶远走高飞后,陆文生就将我当作她的替身, 把我锁在这里,长达两年,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她那恶魔般的低语,你得把瑶瑶赔给我,用你自己来赔,她时常留在我这里,抱着我睡上整整一夜,她对我做过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昏暗的夜灯下,卡着我的脖子,仔细端向我的脸, 仿佛想要看清我和苏瑶所有的相似之处,但我不在乎,我只会轻轻勾起一个笑,将她的嘲讽悉数收下,或许是我足够乖顺和迎合,陆文生终于在一个月前将我放了出来,她命人在偌大的陆宅里 为我收拾出一个小房间,允许我去花园里晒晒太阳,即便如此,我的活动范围依旧只能在陆家别墅里,每一位庸人都是监视我的眼线,他们表面上恭敬温和地喊我, 夫人,背地里却将我一整天的行为一五一十地报告给陆文生,于是我变成了真正的金丝雀,被浇养的兔丝花,除了看书浇花,就是学着怎么烹饪和陆文生胃口的饭菜,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数着身上的伤痕,那些瘆人的伤疤,大多数是两年前留下的,那时候的陆文生是个活颜望,将他对苏瑶爱而不断, 不得的愤恨尽数发泄在我的身上,那个地下室,更像是座精致血腥的牢笼,尽管如此,镜子里的我却冷冽地笑着,或许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就能找到机会卸下陆文生的心房,找到这个东城最大犯罪集团头目的犯罪证据,陆文生所掌控的金灵集团,其前身正是恶名昭著的暴力组织悬派,陆文生的父亲陆远, 便是玄派的创始人,陆远早年,从一个游手好闲的街头混混到后来,搭上了时代东风的便车,摇身一变成了东城富商,手底下自然有许多不干净的生意, 而继承到陆文生这里,这个黑帮起家的金灵集团已经成长为涉及五大领域的中型企业,除了暴露在阳光下的产业,金灵集团内部更存在着私人贷款,传销,娱乐,甚至电炸等黑产,陆文生不是什么温氏里的公子哥,他是富士亲,架空旁系,最后彻底接管了金灵集团, 他本人也被洗白成劫出企业家,而我便是警方安插在陆文生身边的卧底,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卧底身份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的上级,另一个是我死去的同僚,还有一个,我正在出神,管家已经敲开了我的房门,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机,夫人,先生找您,在陆家,我是不被允许跟外界联系的, 我面无表情地接过那部手机,将他放在耳边,晚晚,男人嗓音低哑,鼓意极深,我知道,那是催着毒的地狱来因,收拾一下自己,今晚带你出去,我心底微压,却没有多问,只是轻声回应,好的。 陆文生挂了电话,而我也起身梳妆打扮,我并不知道陆文生要带我去哪里,场合是否重要,又是否有我能捕捉到的线索,抛开这些不谈,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能出门透透气的机会,今夜总归值得期待,直至我挽着陆文生的手臂,走进富丽堂皇的盛宴厅, 看到人群里众星捧月的苏瑶,我才意识到,这是为苏瑶接风的晚会,我不该来,不仅仅因为苏瑶是陆文生心肩上的白月光,更因为她,就是知道我卧底身份的第三个人,从骨头深处滋生的痛楚,一直蔓延到心脏,像是某种后遗症,疼得让我有些喘不过起来,在我竭力抑制住身体的颤抖时,苏瑶也注意到了我, 她乌发红唇,媚骨天成,美艳不可放物,连带着发丝都是精致的,只是现在的她,神情是淡的,眼底是冷的,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她这一眼瞧过来,无疑连带着在场,众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我身上,陆文生仿若未觉,神色不变,她看着苏瑶,嘴角挑了挑,嗓音低唇,苏小姐,久违了, 苏瑶笑得风情,踏着高跟一步步踩过来,俏皮地朝陆文生眨了眨眼,她指尖俯上她胸前的西装,挑逗意味十足,两年不见,文生哥怎么跟我生疏了,你从前最喜欢叫我摇摇了,语气无辜,仿佛两年前毅然毁掉他们之间的婚约后,潇洒出国的人不是她,陆文生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她,苏瑶歪了歪头,视线转到我身上,上下打亮着我,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为了遮盖住身上的伤痕,我今晚只穿了一件断面长袖礼裙,这就是你给自己找的新玩具,连侧脖上的印记都跟我的一模一样,真是费心了,她笑得花枝乱颤, 自然不知道,她脖子上的是胎记,而我脖子上,是陆文生亲手烫出来的疤痕,最开始是用燃烧的烟头,后来她发现烫疤消得太快,就改用高温的烙石,位置跟她的胎记分毫不差,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苏瑶,下一秒就被她用一旁托盘上的香槟泼了满脸,她语气冰冷,文生哥哥,现在我回来了,在称心的玩具, 也该扔了吧,席间的众人先是一片死寂,随后都看热闹般的笑出声来,我抬手眼住面上的狼狈,而陆文生只是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接过苏瑶手上的杯子,语气淡漠,摇摇,这样太没礼貌了,苏瑶皱了皱眉,你现在是为了一个只配待在垃圾堆里的货色来指责我吗?她像是真的怒了,靠近几步,凑到我面前, 扬手打开我遮在面前的手,挑起我的下巴,神情讥讽,口型却只有两个字,快跑,我愣住了,下一秒,火辣辣的巴掌就落在我的脸上,苏瑶拽着我的头发往宴会厅的大门拖去,脸上堆满了疾恨,用极其尖厉的声音吼着,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没有人上前制止她, 包括陆文生,他们神情玩味,只当她在发大小姐脾气来宣誓主权,眼睁睁地看着我像小丑一般被苏瑶拖着扯着,我忍受着头皮处传来的剧痛,跌跌撞撞地被拖到大门口,身体失重,双手撑地跪了下来,苏瑶俯下身,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 运一只手将某个物件塞到我的手里,她以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极低音量对我说,沿着天鹅湖一直往西跑,有人会接你,我飞速看了陆文生一眼,摇摇望去,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微微摇晃的身影,她正准备往这里走来,苏瑶又重重推了我一把,将我推得更远一些,她眉梢一条,眼神 分明在说,还不走,而守在门口的陆文生的保镖依旧无动于衷,她们似乎十分笃定我已经成了陆文生的狗,就算狼狈落水,也只会跪在原地祈求她的垂帘,我并不清楚苏瑶这么做的意图,但她回来了,我也就失去了价值,留在陆文生身边只是屠受折磨,我最后深深看她一眼,轻声说了句,保重, 然后转身飞速扑进浓厚迷蒙的夜色,我深知苏瑶不需要我的保重,我身上至今仍清晰可见的伤痕都证明了一件事,陆文生是她的信徒,她不会伤害她的,所以直至身后的纷乱声响起,我都没有再回头,沿着天鹅湖一直往西跑,尽头是一片蔷薇花丛,星星点点的车灯从花丛外透进来, 还伴随着轻快的口哨声,强微丛生,轻惊多次,我不管不顾地穿花而过,看见一个男人还手立在车前,身高容貌,举手投足间都跟一个人十分相似,我心脏一紧,见了我,那个男人一改疲态,严肃起来,他朝我点了点头,快速确认着我的身份,唐婉, 我不着痕迹地移开目光,二话不说,拉开后座车门坐了上去,男人驱动车子,十分稳妥地开出了这片富豪山庄,我不动声色地盯着那后视镜里男人的脸,沉声问,去哪,他依旧专注地开着车,嘴上答道,苏小姐让我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到时候他会来见你,我笑了笑,散漫开口,当着陆文生的面把我放跑,他还能安全脱身,那是苏小姐的事,文言,我也不再多说,靠着后座闭目养神,环山公路,崎岖不平,直至感受到车子停下,我才掀起眼皮,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苏家是东城世家,名下房产无数,无意不是别墅豪华, 眼前却是个称得上破败的小房子,仿佛深山里的一间临终鬼屋,夜色黑尘,山野寂静,虫鸣消隐,风吹过,屋门前吊着的风铃便叮铃作响,那是两年前苏瑶亲手挂上的,我熟忍地从窗槽缝里掏出钥匙,开了门,独自进了屋,借着月光四处看了一圈,这里依旧保留着两年前的样子,逼则 却不见灰尘,像是被人细致地清理过,我没有给那个男人留门,脚一抬一踢,门便关上了,我长久地舒了口气,身子躺倒在一片竹枝碎草铺成的,床,上,任由意识浮沉,睡了两年来的第一个好觉,苏瑶没让我等太久,只过了一夜,天光见谅时,他就来了, 我盘腿坐在屋前,摆弄着早已枯败的花,等候多时,日光下的军龟山草木漫发,春山渴望,苏瑶从车上下来,身上已经换了简约的便服,他目光平静地朝我走来,我随便抄起地上的一根树枝,指了指他,别动,苏瑶真的没在动,他懒懒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语气有些无可奈何, Madam,我是梁敏,我凑近他,双手从他的肩头往下摸索着,腰部,臀部,腿部,甚至鞋子,确认了他身上没有追踪器或者监听器,才站起身,随口道,例行搜查而已,苏瑶放下双手,对着身后的男人说,把车开远点,我下巴往他身上一点,他叫什么?阿四,怎么?Madam看上了, 苏瑶一边答着,一边往屋里走去,我轻笑一声,连名字都差不多,你们有钱人挺爱玩替身这套,他身形顿了顿,再开口,语气却不太轻松,别把我跟陆文生这人渣相提并论,我不会专门找一个替身,然后折磨他两年,阿清,我可怜你,被折磨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了, 纪青是我的真名,当了卧底之后,时间所有能找到的,纪青,档案里的照片,全都变成了一个去世多年的女警,而真正的纪青我本人,被包装成了在烟花柳像之地摸爬打滚长大的唐婉,有钱科,是混社会的好料子,我抱着双臂,靠在墙边,笑了笑,脱你的服, 苏瑶脸色更难看了,我装作没看到,继续说着,所以大小姐专门回来救我,那你倒是越来越像个人了,苏瑶姿势嫌熟地点燃一根女士烟,缓慢地吐着烟圈,我不回来,你打算怎么办,继续跟她耗个几年,你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能干什么事,阿清,这两年情报工作一筹莫展,你很不好过吧? 我静静听她说完,伸手挥散了面前飘舞的烟雾,刻意避开这个话题,陆文生有没有怀疑你,苏瑶不屑道,她能怎样,富豪山庄是我家的产业,监控早就掉包过了,不过眷养两年的金丝却飞走了,她倒是气疯了,门口的保镖一人断了一条腿,我走上前,抽走了她嘴里的烟,扔在地上,斩灭,随后淡着, 那就好,送我下山吧,学点好的,别学江寺那个烟鬼,苏瑶没有反抗,有些猝不及防,不只是因为我拿掉了她的烟,还是因为我提到了江寺,她只是愣着,看起来有些乖,你下山,能去呢? 东城到处都是陆文生的眼线,这你就别管了,我严谨一该地道完,转身欲往外走,却被苏瑶一把抱住手臂,她近乎哀求地看着我,全东城谁不知道陆文生做的生意,你要的情报,我也能帮你弄来,你知道的,对陆文生耍美人计,我比你更合适,她说的是对的, 但眼睁睁看着她掉进豺狼坑里,我做不到,我换了一副口吻,郑重地对她说,谢谢你救了我,以及,离陆文生远一点,不要跟她周旋,连试探都不要,还记得当初你在这里许下的愿望吗? 遥遥,永远做工,主吧,我看着苏瑶的眼睛,仿佛回到初见那年的春天,她漂亮的眼睛弯起,像清凌凌的春水缓缓荡开,而现在,这双眼睛现在却近乎哀求地看着我,她颤抖着哽咽开口,我知道,当年要不是因为我,阿四就不会死,所有线索也不会断掉,你也不会白受两年的虐待, 她伸手抚上了我侧颈的烫巴,姐姐,让我赎罪吧,苏瑶直到最后都没有送我下山,临走前,她递给我一部全新的手机以及配套的物件,朝我眨了眨眼,仿佛刚才的争执不曾存在,我冷冷地看着她,并没有结果,山上没有电,这手机撑死也就只能用个两天,苏瑶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两天足够了,我拧着眉, 忍无可忍地伸手一拉,一个琴拿术将她双手反身扣住,另一只手习惯性地摸手铐,却摸了个空,苏瑶,你别玩这种角色扮演的过家家游戏,万一暴露了,砍手砍脚垫以抽盐水灌辣椒,你能扛住哪一个? 没等苏瑶开口,那个叫做阿四的男人已经冲了上来,他体型健说,被囚禁两年的我,身体素质与力量方面远远不如他,他甚至没有动粗,只是伸长胳膊,紧固着我的脖子,便足以让我难以动弹,苏瑶深深看了我一眼,你忘了,我就是用这种过家家游戏 把你从陆文生手上就下来的呀,阿清,峻瑰山凶险,哪怕你跑到警局门口,说不准下一秒就被他的人给带走了,你就守着这部手机,等我两天,我一定帮你们把事情做成,苏瑶下山了,除了那部手机,他还留下了一个袋子,我翻了翻,是一些婴儿失禁,两套全新的衣服和几条一次性纯棉内裤,看来是早有准备, 我一口气探到底,抬眼望了望日光,刺得我眼睛酸涩,简单擦拭了身子,换过衣服后,整整一天,我都守着那部手机,手机并没有装森卡,不过除了拍照等基本功能,他还有一个远程连接着监听 我将手机放在头顶,整个人躺在榻上,闭目等着,直至头顶处终于传来沙沙的电流声,我心脏一紧,近乎本能地平住呼吸,框框框,是苏瑶辨识度极高地踩高跟鞋的声音,闻声歌,还在生气吗? 是苏瑶甜蜜蜜的嗓音,对面沉寂片刻,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冷沉,出去,我威亚 陆文生的态度,竟出乎意料的冷漠,闻言,苏瑶也默了几秒,随后轻笑道,陆文生,为了一个又脏又破的玩具,也值得你对我这样,昨晚还气定神闲地看着我折腾他,今天就在我面前,眼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这种戏码,你也太会欺负我了,千万别告诉我,你对他动心了,陆文生也笑了, 哪怕语气平静,我也大概能想象出,他没见音质的画面,既然走了,何必又再回来,你现在在我这里,跟一个死人没有什么区别,哪怕只是玩具,也是我花两年时间调教好的,而你一回来就把他扔了,我真的很失望啊,他声音漠然,说话的时候,还伴随着手指关节间歇性在桌面上扣动的闷响, 苏瑶语气带了点机缝,是吗,为了一个死人,还专门抓了个替身来折磨泄愤,陆总该不会是有炼尸癖吧,说完,他又放软了声线,阿声,再大的气,两年也该消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手机里又传来高跟鞋的清脆声,应是苏瑶朝陆文生凑近了一些,我从国外顶级拍卖行带回来的,亚特兰蒂斯之心,全球独此一颗,象征着权力和爱欲交织,抵死缠绵,我苏瑶只看得上能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男人,我喜欢你,陆文生, 两年前是我走了眼,我们结婚吧,苏瑶这番话,字意又张扬,真诚且坚定,虽然无法得见他的表情,但我也忍不住暗暗称道,对于男人来说,这确实是个极品,勾人的妖精,然而陆文生似乎并不受用,他依旧毫无波澜道,是吗,你知道晚晚还在的时候,我生气时,他是怎么做的吗? 苏瑶这下尽了声,而我也捏紧了手中的手机,他会跪下,来,扶在我的脚上,祈求我的原谅,就像一条温顺而忠诚的狗,永远都不会离开我,苏小姐,你能做到吗?空气中一片死寂,凉酒,苏瑶冷哼一声,活这么久没见过对玩具动真心的,唐婉要真有你说的万般好,他现在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我只是推了他一把,腿可是长在他自己身上,陆文生,我话就放在这里,再让我见到唐婉一次,我就赶他一次,把我逼得没耐心了,搞不好我会杀了他哦 话音刚落,又传来某种物体被狠狠放在桌上的声音,苏瑶轻蔑道,这块亚特兰蒂斯之心,就当我送你的小玩具了,苏瑶的脚步声远去,随后是重重的摔门声,过一会儿,手机里突然爆发出 近乎震耳欲聋的剧烈声音,像是一堆物件被七零八落地扫到地面上,我心下一脸,看来窃听器被苏瑶隐藏在了陆文生办公室的某个地方 很快,有人敲门进来,恭敬道,陆总,陆文生声音沙哑得可怕,人找到了没,抱歉陆总,还没有,陆文生沉默了一会儿,蓝湖集团王董的那单,处理好了吗?匹配的肾脏不好找,目前还在配型中,陆文生顿了顿,语气云淡风轻,却不言狠利,用他亲侄女的试试,可是苏家那边,让下面的人坐干净的, 别露马脚,成功了就把他关起来,养个几年继续摘,钱金贵女的东西总归更值钱,是,出去吧,顺便把这垃圾也带走,我浑身冰凉,目自欲裂,蓝湖集团的王董事长,其亲侄女正是苏瑶,我没空细想,为何陆文生会对苏瑶起了杀心,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苏瑶救出来,按理说,没有, 森卡也是可以拨通紧急报警电话的,然而我尝试了许久,最终都因为无信号,以失败告终,军归山凶险,没有车辆的情况下,徒步下山,至少需要三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从军归山,到去往事公安局的唯一一条路, 盘步着大大小小的玄派老档口,相比起高尖端的金灵集团,这些真正混迹社会上的二五载,才是大多数江湖情报的源头, 我毫不怀疑,只要我在周边现身,不出十分钟就能被带到陆文生面前,我私存片刻,最终还是换上最简便的一身衣服,将手机揣进兜里,戴上耳机就准备动身,然而天道不公, 原旧阴郁的天空,落下一个猝不及防的雷,大雨倾盆而下,雨丝犹如千万条银蛇,从天际垂落,让山间本就崎岖不堪的泥泞路,变得更加湿滑难行,大雨中,我的视线受到极大的限制,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恐怖梦魇中,过往的一幕幕片段慢慢浮在脑海,很多年前, 我和江四也是在大雨中逃亡般地爬上了这座山,那时的林中小屋,只是一个被荒废多年的猎户的临时居所,木板腐朽斑驳,泛着一层诡异的绿,屋顶破洞处的杂草丛生,仿佛一个怪物在凝视着闯入者,屋内腐烂潮湿的霉味,泥泞污水中爬行的蛆虫,以及随地可见的动物尸骸,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却是我和江四最初的安全屋,刚混进玄派的那年,金陵集团并不像如今这般称霸东城,陆远早年仇家颇多,其中一个帮派的头目因为生意纷争,博弈失败,同陆远结下了梁子,于是,此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绑了陆远的儿子陆文生,钱财不要,只打算让陆远断子绝孙,永绝香火。 奈何他高估了陆远的道德底线,陆老头子象征性地开出几个条件,发现绑匪油盐不尽后,干脆两手一撒,没在作合表示,悬派上下流言纷纷,有人说陆文生并不是陆远的亲儿子, 而是其发妻当年勾结也男人生下的野种,还有人说陆文生刚出生时,陆远请人算其命格,竟算出个是负之下,不论如何。 最终那群最看重,江湖道义,的蛊惑仔竟真的没在管陆文生,只有江四,带着我深入敌派腹地,以一抵多,就下了陆文生,顺道结走了那位头目。 我和江四相识于幼年,同在一家福利院长大,然而在那里,黑暗肆意横行,强壮的孩子习惯了用暴力解决问题,弱小的孩子则会成为表面温文尔雅,实则变态贪金的院长的移动血库。 江四原本就是从霸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恶枝花,烧杀抢夺的是他见得多,干起来也得心应手,而我总是紧紧,跟着他,替他料理身后的冷刀,做他的后盾,那时的陆文生倒还像个人,被救以后依然有些惊魂未定的愣态。 江四将绑走他的敌派头目用铁链捆死在桩上,使他直直地对着陆文生。 我仍然记得江四当时的眼神,瞳孔漆黑深邃,冷冽如刀,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全然没有人类的感情。 他看着我,将一把砍刀递给我,语气冰冷,你来,我当然知道,他是想我用这把刀,斩断身上的枷锁。 突破道德的困境,伸手的时候,我只觉得手中的刀立重千斤,直至转身对上陆文生的眼睛。 我望尽那一潭空洞的铜壶,朝他勾唇笑了笑,然后无视了绑匪苍白脸上堆满的恐惧,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第一根手指。 听着耳边惨绝人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我却没有停下,食指连心,我砍尽了他十根手指,将四面无表情地看完, 私底下却不动声色地攥紧了我,攥得我生疼,他拉着我,转身故作轻松地对陆文生说, 小少爷,还记得回家的路吗?后来,陆文生完好无损地回到陆远身边,谁也不知道,那些阴暗诡诀的想法是否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以至于他后来能冷酷薄情地设计,害死自己的父亲。 而我和江四理所应当地被狄派追杀,在一个雨夜逃进了军归山,破露的小屋里,他浑身湿了个头, 却像是要将我揉碎般地大力按进怀里,他借着雨水不断地揉搓着我当初拿刀的那只手, 明明已经没有血,他却依旧小心翼翼,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着他, 江四的眼神变了,像是由火焰燃烧,痛苦又热烈,短暂却永恒, 我努力咧着嘴朝他傻笑,而他扶手,抵着我的额头,嗓音阴雅, 乖宝,不会再让你沾血了,这是他的第一句承诺,后来,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 陆文生阴暗生长,我和江四借是青云直上,成了他的心腹, 在后来,与陆家商业联姻的苏家大小街留学完回国, 这是我们与苏瑶的第二次见面,耳畔暴雨如注,脚底一滑的失重感将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我咬紧了牙,集中注意力继续摸索着下山,同时频频巡视四周, 然而,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里,静一辆途经的车辆都没有,深山里湿冷彻骨, 耳机里却又响起了电流声,我将音量调至最高, 竭力调整着心跳和呼吸,好让自己能尽力听清监听器中的内容, 啊,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熟悉地让我心脏骤然宁紧, 你们要干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你们要钱是吗, 我有很多钱,求你们放开我,嗯,苏瑶的尖叫声越来越微弱, 随之响起的,是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 小妞,虽然哥们爱钱,可是把你放了,陆总能要兄弟们的命啊, 不就是一颗肾吗,你老实一点,咱也不会让你太痛苦, 毕竟还要从你身上挖出更多宝呢, 诺,这个破烂还你,让你留个念想,别说哥哥我不道义啊, 听到这里,我大概已经知道, 窃听器很大概率被苏瑶藏在了那颗亚特兰蒂斯之心, 里,我没有再听见苏瑶的声音,他大地是晕过去了, 我喘着粗气,任由山野间历刃般的粗枝刀叶切刮着我的皮肤, 我却感受不到痛,我只想尽快下山, 可是下山后又能去哪里, 要怎么把这部手机安全无恙地送到市局, 哪一位路人是我可以信任的, 我又该怎么找到苏瑶, 很多年前我挨过了那个极限, 可现在我却像是看到了自己的边缘, 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时刻提防自己散架, 可如果此刻的我已经在悬崖上腾空了呢? 雨太大了, 东城十年来有下过这样大的雨吗? 我木然迅速地在山间穿行, 想要突破身体的极限, 不知过了多久, 耳机里又响起了人生, 我隐约能猜出那是一个逼着狭小的沉闷环境, 以至于我能将那声音听得无比清晰, 这次没有尖叫声, 苏瑶轻柔的声音平静又淒哀, 像末日里最后的一弯清流谢过, 他说, 阿清, 你在听吗? 尽管我知道苏瑶听不见, 我依旧轻声说着, 嗯, 我在听, 苏瑶顿了顿, 随后是一些细碎嘈杂的噪音, 像是挣扎过程中发出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他叹了口气, 声音慢上了哭腔, 姐姐, 我好害怕, 别怕, 我默念着, 我会死掉吗? 无望在我的沉默中蔓延, 不过, 我其实也没那么怕死, 我想阿四了, 最近做梦, 总是能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说起来, 我这条命还是他给的, 最后却因为我, 害了他的命, 求你别说了, 我木然地想, 雨渐些渐小, 我仿佛能透过薄薄的雨幕再看一遍, 十五年前的那场初遇, 那些曾经在我梦里模糊不堪的场景, 砖石破碎的墙面, 弯曲狭窄的航道, 长方形的暗沉的天空, 以及隐隐约约的啰气声, 那时的我和江四刚从噩梦般的福利院逃出来, 没有固定的安全居所, 为了寻找食物, 我们如幽魂般游离在东城的每个角落, 直至荡到老街, 听见巷子深处有哭声传来, 江四让我站在原地不要动, 我向来狠听江四的话, 犹如羔羊般天然的依赖, 我点了点头, 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便看到江四拉着一个满脸泪痕的女孩跑了出来, 她的身上有血, 快跑, 江四朝我大声吼着, 我瞪大了眼睛, 几乎是本能般的拔腿就跑, 直到跑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才来得及仔细看那个女孩的脸, 小时候的苏瑶有一颗精致饱满的鹅蛋脸, 轻力中添了几分天真娇憨, 可那时的我不懂这些形容词, 只知道, 这个女孩很好看, 身上的衣服很干净, 她哭得通红的眼眶弯了弯, 像是春日里缓缓涂蕊的山茶花, 乃生乃气道, 我叫苏瑶,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和江四被养父母收养之前, 苏瑶成了我们的长期饭票, 被收养之后的日子好过了很多, 我们吃饱穿暖, 还能读书, 虽然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苏瑶, 那对夫妻把我和江四视为一双儿女, 却从来不会要求我们改口以兄弟相称, 直到有一天, 养父在饭桌上满面春光地笑着说, 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能出国赚钱的机会, 以后会努力让家里的日子 变得更好, 养父离开的那一天, 他提着两个行李箱, 微微弯着腰, 跟江四平视, 然后语重心尝道, 爸爸不在, 你要保护好阿清, 等爸爸回来, 会给你们带很多东南亚的好吃的好玩的, 江四点点头, 虽然我知道他根本看不上那些吃喝玩乐的小玩意儿, 然而, 养父这一走, 自那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音讯全无, 下落不明, 养母从最开始的忧心忡忡, 到成日流泪, 再到最后的心衰去世, 所有悲剧, 从开始到结束, 只过了堪堪一年, 几年后, 我和江四一起考进了警校, 再次见到苏瑶, 江四蓄了一身的力气, 他将苏瑶的墨镜扯下, 捏碎, 用锋利的碎片, 抵着他脖梗处的大动脉, 沉声警告道, 你这条命是我救的, 而他只是灿然一笑, 漫不惊心道, 你们在怕什么呀, 我巴不得你们赶紧把陆文生抓进去, 才不想嫁给他呢, 从那之后, 苏家大小姐莫名其妙成了我跟江四的小跟班, 但我却看得懂, 他眼里对江四暗藏的少女心意, 他管我叫, 姐姐却从来不喊江四, 哥哥, 当苏瑶问起我和江四是什么关系时, 为了稳住这个不稳定因素, 我只是看向别处, 轻声回答, 朋友关系, 几乎是请客间, 苏瑶的眼睛里, 堆满了星星, 那我是不是可以追他了, 风呼啸着在我耳边吹过, 耳机里苏瑶的声音又轻了一些, 如果当初我没有任性, 执意要闹着阿四陪我约会, 他是不是就不会暴露, 如果那晚我没有自以为是地带你离开, 事情的走向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 我也想知道, 如果富豪山庄的那晚, 我没有转身离开, 情况会不会变好一些, 至少不要像现在这般绝望, 姐姐, 还记得吗, 那年我悄悄跟着你和阿四上了军规山, 夜晚有流星划过, 我大声许愿说想当一辈子的公主, 从那以后, 你们就一直调侃我是小公主, 说到这里, 苏瑶似乎轻笑了一声,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是用糖果, 香料和美好的东西做成的, 有些公主, 生来即代表冒险, 理想, 智慧与无所畏惧, 姐姐, 你也是公主, 即便是死, 我也要拉着陆文笙给我垫背, 所以姐姐, 我先替你去探探地狱的虚实, 头顶是愁厚的乌云, 脚下是缠绕双足的藤腕, 眼前是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山, 耳边是苏瑶的最后一句, 再见, 下一秒, 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听到风声骤然呼啸而过的声音, 听到几个男人惊愕的叫骂声, 接着是轮胎猛烈摩擦的尖锐刹车声, 最后是类似于金属和塑料强烈碰撞的沉闷巨响, 那种振战从耳边窜到脚底, 直通心脏, 我脚一滑, 直接跌下滑坡, 什么时候呼吸对我来说也变成一件难事了, 我的心跳似乎逐渐减缓, 犹如被冰冻的湖水, 灵魂正被不可名状的力量抽干, 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和无法挣脱的宿命感, 又涌上心头, 好疼, 五脏六腑, 皮肉骨骼, 全都疼, 为什么一个个都离我而去了呢? 我还有那么多话没说完, 白皱沉沉, 我忘了我是怎么下的山, 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公路, 有车飞驰而过, 我犹如行尸走肉般地跪在灌木丛里, 极力掩着自己的身形, 而后拨通了那个紧急报警电话, 铃声只响了一会儿, 就被接了起来, 是接警员一声清脆的, 喂, 我紧紧捏着手中的手机, 嗓音音哑, 我是纪青, 警号5786666, 我已掌握金灵集团头目陆文生的重大犯罪线, 包括其蓄意杀人, 组织器官买卖, 证据地点位于军规山下, 碧水路与北桓一路交汇处, 靠山一侧的指示标底处, 挂断电话后, 我将那存储着录音证据的手机, 埋进了指示标底下的泥土里, 做完这一切后, 我起身, 四肢酸软, 身体冰凉地走去马路的另一头, 才堪堪拐了个弯, 便陆陆续续有好几辆摩托车围了上来, 有人仔细打量着我, 有人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 没过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就赶到了, 陆文生从车上下来, 眼底深沉沉, 气场冷冽又危险, 我抬起眼, 平静地跟他对视着, 扯着嘴角露出一个虚弱的笑, 陆文生的脸色果然略有松动, 他上前一步挽住我, 眼神晦暗, 柔声道, 我不在, 你就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他抬手替我擦拭脸上的污渍, 回来吧, 乖乖, 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所有伤害你的人, 我都料理好了, 车上, 我偏头看着窗外, 心里计算着警车赶到证据地点的时间, 陆文生将我搂进怀里, 任我将他昂贵的西装弄脏弄乱, 好一会儿, 才隐隐听到远方传来的警铃, 司机十分谨慎, 他有些迟疑地问, 陆总, 警察在后面, 会不会是因为苏小姐的事, 陆文生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手, 跟我食指相扣, 他语气淡淡道,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一群废物, 绑了他们的一家老小, 让办事的那几个顶锅认罪, 他逆了逆内后视镜, 看着镜子里的司机, 你亲自去办, 是, 将证据带回事局解析,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司机发现那辆警车并非冲着他们而来时, 紧绷的身板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下来, 陆文生抬手, 搬正我的下巴, 逼迫我抬头同他对视, 他笑了笑, 怎么不说话, 还在生我的气, 我从上车起, 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 他也不泄气, 只是自顾自地说, 那天晚上只是是你一事, 你就赌气跑了, 傻女人, 这么爱争风吃醋, 只是听到这几个字, 我就有些反胃, 哇, 真不要脸啊, 我想, 他到底是怎么能理所应当地摆出这种残忍无知的上位者姿态的, 我被恶心地有些禁不住发笑, 他皱了皱眉, 笑什么, 我怜起笑意, 目光温柔地看向他, 文生, 带我回家吧, 当然要回家呀, 比起其他地方, 陆家是警方最容易抓捕陆文生的地方, 那座地下室, 和我身上久未退去的伤痕, 是指控陆文生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最好证据, 而陆家唯一的禁地,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地方, 他的书房, 存储着金灵集团所有的重要内部文件, 包括犯罪计划, 洗钱途径, 各种不法交易的细节, 及其上加下限等, 还有什么地方, 比陆家更合适呢? 文言, 陆文生凑近, 亲了亲我的额头, 语气, 轻慢且温柔, 好, 晚晚, 回家了, 就不能再走了, 陆家, 陆文生将我打横抱起, 一步步踏上楼梯, 准备去浴室, 替我清洗一番, 他聊起我的上衣时, 楼下突然爆发一阵喧嚣, 管家跌跌撞撞地跑了上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失声喊着, 先生, 来了好多警察, 他们就在楼下, 出示了拘捕令, 已经把家里包围了, 陆文生眼神一凝, 下一秒攥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出了浴室, 夺门而出的那一刻, 我听见许多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从楼梯自下而上地传了过来, 陆文生将我带到了书房, 反手锁上门,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忘在我脸上狠狠捏一把, 他沉着脸, 却用着安抚性的语气说道, 不要怕, 说完, 他转身跑到书桌前, 从抽屉里掏出两把枪, 十分迅速地将子弹装上, 然后将其中一把递给了我, 会用吗? 没等我开口, 他又笑着低声道, 我忘了, 你是会的, 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杀阿诚的吗? 晚晚, 你不知道那样的你有多性感? 阿诚, 就是当初江四在玄派里的伟名, 当年, 陆文生刚接手金灵集团, 为了迅速在集团内部立新少主的威风, 他联系上了金三角最大的走私团伙, 希望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为了表达诚意, 陆文生会亲自出面第一次交易, 那是一次最佳的收网时机, 双方出发会面之前, 江四将伪装成普通扭扣的微型摄像机, 别在他的西装制服上, 从他的角度, 能清晰完整地拍下整个交易过程, 我则在鞋子里放置定位追踪器, 一旦到达交易地点, 警方便能实时追踪, 将双方一网打尽, 然而出发前, 远在斯里兰卡度假的毫不知情的苏瑶, 却一连着给江四打了十几个电话, 见无人接听, 他便发了两条短信, 我明天就回国了, 可以约你吗? 一旁的陆文生自然是看到了, 他只是笑了笑, 拍拍江四的肩膀, 云淡风轻地说了句, 你胃口倒挺大, 谁的女人你都敢碰, 接着, 江四被一帮打兽拖进了一个房间, 起初, 陆文生只是想给他一些教训, 直到其中一个手下出来, 将那枚微型摄像器递给了陆文生, 我被陆文生带进那个房间的时候, 江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陆文生拿枪抵着我的脖子, 面上温润地笑着, 语气却森然, 真是让我意外啊, 阿婉, 你猜猜他是谁, 我盯着江四那面无表情的脸, 他的眼睛里只有冰冷和死寂, 完全没有一点活人的情绪, 像是一尊沉在黑暗里的冷酷雕像, 尽管如此, 我依旧能将眼前的人和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 眉眼桀骜很利的少年江四重叠起来, 我眼里蓄起恨意, 咬着牙道, 劈腿地见人, 陆文生扬装惊讶, 这家伙是个警察, 你居然不知道, 我瞳孔骤然睁大, 一脸惊恐地看了看他, 又转头看了看江四, 短短十几秒, 我用尽了毕生最大的眼计, 陆文生沉默地看了一会儿, 将抵在我脖子上的枪递到了我面前, 他言简一该, 一如江四当年说的那两个字, 你来, 我有些谎神, 怎么办, 将子弹打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 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江四注定坠落, 那我也不想安全着陆, 阿婉不会用枪吗? 我教你, 陆文生没有给我太多犹豫的时间, 他将手掌附在我略微颤抖的手背上, 将那把枪对准了江四, 江四抬起了眼, 他看着我,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视, 透过眼泪, 苦水和肮脏的空气, 我好像回到了君临山那个凄冷入骨的雨夜, 江四搂着我, 问着我, 深深注视着我, 眼里尖冰消融, 有点点星火, 我永远记得, 那是他的第一句承诺, 乖宝, 不会再让你沾血了, 扳机扣动, 枪声响起, 我沾上了江四的血, 陆家书房里, 我接过陆文生手上的枪, 朝他挤出一个惨惨的笑, 我们会没事吗? 陆文生淡淡道, 没事, 再撑一会儿, 我们的人就到了, 晚晚, 守好窗户, 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陆文生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乖孩子, 他握着另一把枪, 移步至电脑前, 迅速清除销毁着电脑里的犯罪证据, 与此同时, 门外的警察在持续破门, 伴随着用喇叭扩音传进来的试图谈判的声音, 然而, 陆文生的书房门采用的是最尖端的构造, 短时间内难以从外部突破, 而密码也只有陆文生本人知道, 因此, 在特种警察破窗而入之前, 这四四方方的书房, 就成了我的审判场, 砰, 密闭空间里的枪声震耳欲聋, 我手中的枪发射出的子弹迅速刺穿空气, 打中了陆文生操作鼠标的那只手, 等他反应过来想要拿枪时, 我已经用连续两颗子弹刺穿了他的另一只手臂, 我急步上前, 将桌上的那把手枪握在手里, 顺势抵在了他的头上, 陆文生显然是痛苦的, 他脸色惨白, 神情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脆弱,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淡淡道, 文生, 打疼你了, 可别怪我, 而他脸上的不可置信和迷茫只存在了一秒, 很快他就整理好表情, 从胸腔里发出一丝戏血般的闷笑, 太惊喜了, 训养了两年的狗居然还是一条狼狗, 晚晚, 原来你还是有点硬骨头的, 我抬起另一只手, 在陆文生的耳侧又开了一枪, 他应激性的耳鸣, 眉头狠狠皱着, 依旧没有闭嘴, 我想起来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两年前你亲手打死的那个阿诚, 也是跟你一伙的吧, 那种感觉怎么样? 晚晚, 我生生抑制住一枪崩了他的冲动, 如果只是要他的命, 那么曾经的我和江四有无数的机会杀了他, 死一个陆文生, 对于他背后的黑恶势力来说, 不过是换个头目罢了, 金陵集团的背后, 是无数条盘根错节向深渊延伸的黑色产业链, 是密密麻麻活在阴沟里的社会蛀虫, 将它们连根拔起, 铲除干净, 环冬成一片和清海燕的盛事, 才是我们卧底多年的真实目的, 我仰手, 面无表情地狠狠扇了他一耳光, 紧接着伸手撬开他的嘴, 将枪管硬生生地塞了进去, 我看着他, 语气冰冷道, 你怎么敢用这种语气提起他的, 陆文生姿态狼狈, 眼角却依旧弯着, 目光一寸寸下移, 试图再次将我看个遍, 该死的剑胚子, 我也笑了, 另一只手将枪往远处一扔, 指尖掐进他手臂上的枪伤里, 用力搅动翻滚, 几乎要将他的血肉挖出来, 笑吧文生, 在你被执行死刑之前, 还有很长一段折磨时光要熬, 趁现在就多笑笑, 陆文生终于笑不出来了, 他痛苦地倾金抱起, 额间渗出了汗, 大批持枪的警察, 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 我松开了他, 我退后几步, 看着同僚为陆文生戴上手铐, 我像是累极了, 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 眼皮沉沉, 快要站不住, 恍惚间, 好像有人朝我敬礼, 郑重地说道, 辛苦了, 同志, 陆文生被捕之后, 警方解析了他电脑里的重要文件档案, 并针对此, 连夜成立调查团队, 进行证据分析和审讯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最后一审判决认定, 陆文生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 强迫交易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恕罪并罚, 依法被判处死刑, 其违法所得, 即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获得的收益依法悉数追缴, 没收, 此外, 由于他电脑里的内容过于轰动, 东城警戒同时与其他执法部门、 情报部门甚至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共享信息和资源, 共同打击东城本土 以及与本案相关联的跨国犯罪集团, 将大片黑恶势力网连根拔起, 陆文生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东城层层阴色的乌云被封拨开, 露出了湛蓝的底色, 诚彻清明, 而我却没有去到庭审现场, 因为那时的我正站在医院门口, 对着手上那张宣告着我生命终结的诊断单发浪, 癌症是晚期, 医生说放弃治疗的话最多还能活三个月, 然而三个月对我来说还是太长了, 在警局成立完辞职书后, 我去了东城最大的墓园, 苏瑶就在那里长眠, 我细细看清了他墓前的小字, 只有一首诗,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睡去, 我是扬起千千变变的风, 是雪地上闪烁的钻石, 我是照耀在金色麦芒上的光, 是秋天轻柔的雨,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离去, 我漠然良久, 最后轻轻放下一束白山茶, 我还在这里, 忍受孤寂, 你却以自由, 我听风雨, 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 我买了一张飞往冰岛的机票, 过往的无数个盛夏礼, 我躺在江四怀中, 同他讲冰岛极光, 讲曼哈顿玄日, 讲我小小的梦想, 和一些琐碎浪漫的日常小事, 江四大多数时候, 神色温柔地默默听着, 偶尔伸手, 替我撩去耳机的碎法, 然后恰到好处的, 恩一声, 表示他在听, 东城日暮的余晖映在他的脸上, 这是我最温柔浅犬的爱人, 可惜, 那样好的从前, 我们都回不去了, 阿四, 我说了这么多, 你最想去哪里呀? 冰岛吧, 为什么? 你不是说那是世界的尽头吗? 于是我真的来到了这里, 连带着江四那份一起, 踩过世界尽头的钻石沙滩, 临过雷克亚魏克的阴雨, 拾过沙利间一散的钻石冰块, 看过夜幕下显隐的灯塔, 最后, 我躺在维克镇的黑沙滩上, 在漫天远古璀璨的恒星与北极光下, 灵魂悠悠唱起了安乐歌, 我走得有些累了, 想要睡一会儿, 江四, 等我醒来, 我们重新认识, 我知道, 我们只是离别时间长了一点, 万事有轮回, 以我终会重逢, 恍惚之间, 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少年, 紧紧攥着我的手, 带我跌跌撞撞地跑出东城的骇人黑夜, 他回头看我, 眉眼温柔, 我尽力却看不真切, 为什么看不清呢, 眼泪终于从我眼眶一出, 不断滑落, 季青啊, 想不起阿四的脸了吗, 失去意识之前, 我最后想起了江四曾经为我唱过的那首歌, 他们住在高楼, 我们躺在洪流, 不为日子皱眉头, 答应你, 只为吻你才低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